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 但是一分钟后 这把剑的主人会被我反杀 我回头看向蒙面人 供出主谋留你一命 蒙面人还在叫嚣 看不清形式的蠢女人 你吓唬谁呢 我趁气不备给她一个手机 转身拔下头上的发簪当做武器 瞬间击杀 这时脑海里有个声音在喊我 接着我就晕了过嘴 再醒来就来到了这个画本子世界 成了星人集团大小姐固寻 也就是说 你觉得自己穿越了 是的 我可是大晋朝掌管400多人大家族的高门主母 现在变成了画本子里这个将要合理 并早死的豪门男主前妻 你这个症状持续多久了 两天 我来到你们这里两天了 两天时间 我接受了这里的一切 我知道你是郎中 能帮我 正在这时 手机响了 顾雪梨烦躁的接通电话 是燕太太吗 您家四少爷和江家三少爷打起来了 您能来警局接一下人吗 抬头看向医生 警局是这里的衙门吗 医生甘大的点头 真是岂有此理 堂堂大家弟子 居然因为在市井打架都嗷闹到了衙门 还要我这当家主母去接人 实在是荒唐 医生赶紧翻箱倒柜 不忘回头稳住顾雪梨 顾小姐 根据你的病症呢 我这边先给你开一个星期的药 等等 你可千万别想不开 看得出来 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那我只能换到郎中了 猛逼的郎中一脸猛逼 这是一个全新的 陌生的世界 他成为了一个同名同姓的陌生人 这身体的园主对艳势总裁艳巢一见钟情 精心设计 最终顺利嫁入艳家 可惜没有掌控艳家的实力 在这弱肉强食的大家族里 他只能被轻视欺辱 现在艳巢还失踪了 多方势力全盯了上来 他的弟弟妹妹还全是没用的玩意 而他替代园主 成为了这个漩涡的中心 短信提醒他快去警局 称艳四的是不好处理 不好处理 难不成这艳四还是混世魔王 想我掌权圣家十余年 我盛世子弟闻能征伐朝堂 无可纵横沙场 这里的豪门子弟怎可如此没用 既然回不去 那就先好好活下去 顺便把家里这群没用的东西交上阵了 司机将他拉到警局门口 他偏头看了眼司机 伸手一把抽出他的皮带 很好 有了衬手的武器 警局里 艳四艳文百一脸 嚣张地等着自家人来接 看见来人是不雪衣一下愣住 随后更加肆无忌惮 你来干什么 应该是我大哥的秘书来处理 关你屁事 我要不是你大嫂 都懒得管你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艳四琢磨着女人又在做什么戏 明明以前天天歇斯底里 看艳四有点走神 顾雪衣神色一变 说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 没等他说完 顾雪衣一鞭子抽了过去 鞭子接触地板发出琵琶的声音 抽在人身上应该很厚 顾雪衣面无表情地望着艳四 我认为你会 她是大晋朝圣家当家主母顾雪衣 为了排除外患以身犯险 不出意外地发生了意外 在醒来时成了画本子里的人物 丈夫出差失踪 公司也正处内忧外患 弟弟还因打架进了橘子 一副嚣张模样 不知悔改 顾雪衣清净一室 皮带抽在了地上 艳四描索 顾雪衣 你要干什么 门外进来一人 正是跟艳四打架的江三 怎么着艳文博 打不过就到家长了 可惜啊 你哥失踪了 生死未卜了 江净 你想死吗 来 你有本事打我的 这里可到处都是警察 你要是敢打 琵琶又是一声催响 一旦红飞过去 差点抽到江三 你谁啊 在这给人出头 顾雪衣 她大嫂 怎么艳总失踪以后 连个秘书都派不出来 需要艳太太亲自处理 我爸可就随便派了个助理来跑 怎么你家没人关心你 随便派个人就把你打了 很值得骄傲 将近表情一将 你你 在学校当众打架斗殴 来了警局不仅不知收敛 还在挑衅 你试试看 在警局继续动手 谁还能接你们出去 我俩也是替江家接你出去 还是你想继续闹大 直到两家都不好收拾 江三和艳四面面相去 还不走 等着记者来采访 明天好上头条 走走走 一出警局 艳四就打算离开 顾雪衣叫住她 接下来的事就不用你管了 顾雪衣不再理她 偏头转向江三 请江三少到艳家一趟 怎么想给我道歉啊 去就去 艳文博眼看江三上了家里的车 这女人把江静请到家里干什么 他俩可刚刚才打过架 难不成请回去道歉安 他不能让顾雪衣丢这个人 随即拉开副驾车门 坐了进去 人到齐了 开车 艳四从后视镜往后看去 只见顾雪衣露出纤细挺直的脖梗 胸前一片雪白 光洁的大白腿就这么晃着 艳四眼皮一跳 停车 他打开车门走下去 来到后排拉开门 你坐前面 这就是你和我说话的态度 艳四有点不敢看她 最后勉强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请大嫂坐到前面去 都这个年纪了 喊小孩子心性 不过小孩子脾气倒也更好拿捏管教 现在掰回正道 还不晚 两人又在车里护骂起来 不过到底没在车里打起来 车很快就开回到艳家别野 佣人赶紧拨过来 夫人 蒋小姐来了 你赶紧去看看吧 艳太太 你终于肯见我了 我还以为你打算一直躲着我呢 说着上前拉住布雪衣的手 我不想躲你的位置 我只是想给我肚子里的孩子要个名分 想问 按照原主记忆 这个三线小明星自称是艳朝的情人 号称怀了他的孩子 自从艳朝失踪后 三番四次的找上门要说法 而原主每次只会发疯 砸家里的补躲 躲在角落里哭唧唧 顾雪衣将手用力抽了回来 转身进屋 你的事还不配现在提 站这慢慢等着吧 江三回头补一句 我看过你的那一广告 拍得很白 留下蒋梦咬牙盘算了什么 磨蹭什么 赶紧上楼 变文博 只要你和你大嫂道歉的态度诚恳 我倒是可以考虑 今天的事就不和你计较 话没说完 皮鞭抽在江三脚边 江少爷 江家不管你 那我今天就受累叫一教你 何为礼貌 何为规矩 江三一脸的不可置信 顾雪衣 你敢打我 身为古代高门主母的顾雪衣 穿越现代成为豪门器服 不仅要处理小三大的肚子上门闹事 还要面对几个不省心的弟弟妹妹 小的打架斗殴 甚至闹到了警局 大的更是直接跳海寻求刺激 丈夫出个差也能玩失踪 难怪原主只会哭着躲在房间里摔东西 顾雪衣揉了揉眉心 感到头痛 她占据了这具身体 只能好好地活下去 首先 丈夫什么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把孩子教育好 让他们走上正当 至于那个小妾 不过是个玩物 待会儿再处理 她迅速去警局 把燕四合一同打架的江静带回家 关上门 一袋一甩 地面上立刻出现了一道痕迹 紧接着 一袋直接抠在江静身上 江家教育不了孩子 我不介意管教一下你这个混世魔王 江静抗得四处逃窜 燕四看呆了 江静恼羞成怒 撸起袖子准备反击 却被顾雪衣一招制止 江静疼得直哀求 燕太太 别打了 顾姐 我错了 大嫂 我以后也叫你大嫂 饶了我吧 你再打我我就 告家长 我道歉 大嫂 我道歉行吗 看到她这样 顾雪衣松开了手 江静摔坐在地上 这个混世魔王什么时候道过歉 顾雪衣见她不动 不耐烦地举起皮鞭 吓得江静赶紧过去连连道歉 不过您倒是提示一下呀 想想你今天都说过什么话 江静赶紧180度鞠躬 对不起 我不该冒犯燕总 对不起 我不该冒犯大嫂 还有燕文博 你得向她道歉 她也打了我 我还得给她道歉 道不道 我的皮带可没耐心 道 我道 我讲礼貌 燕四 对不起 我不该和你打架 燕四傲娇地撇过头去 虽然嘴里说着谁在乎她的道歉 但看着江静一瘸一拐出去 心里却暖暖了 突然一鞭子转过来 燕四疼得一蹦三米高 吓得她大喊 顾雪怡你干嘛 顾雪怡放下鞭子 我打她是因为她欺负你 欠教育 打你是因为作为燕家人 你居然选择用这么低劣的手段解决问题 选了也就罢了 还打输了 说着丢下皮带转身离开 燕四疑惑 这就不打了吗 刚才江静可是被抽了好几下 对付外人需要用重鞭 才能起到震慑的效果 而自己的家人自然不需要 这时燕四仿佛内心的大门 被粉粉敲了一下 这就是有家人维护的温暖 外冷内热的顾雪怡 已经叫人去请医生 给燕四处理伤口 楼下看热闹的小三和庸人 都惊掉了下巴 蒋梦随头找了借口赶紧跑 疯了 这女人怎么和平时不太一样了 得赶紧告诉她 电话接通先被对方一顿骂 不是说了最近别给我打电话 事情不太顺利 顾雪怡有点反常 这么蠢的一个女人 你都对付不了 简家在娱乐圈呼风唤雨 要是让你老婆简锐知道 我怀了你的孩子 她肯定会杀了我 反正你要是保不住这个孩子 一分钱也别想得到 我只是担心 把这个孩子栽赃给燕朝 真的没问题吗 如果她活着回来 那我的下场可能比得罪简锐还要惨 燕朝在非洲失踪 那里正在爆发爱博拉疫情 而此刻非洲某个基地 一个男人正望着远方出神 别家女主不是重生逆袭 就是穿回古代混的风生水起 顾雪怡却从古代穿进了画本子世界 她的丈夫燕朝很快就要带回一个女 还会要求她马上滚出燕家 可她刚刚为燕朝的弟弟出口 不仅一批便教育了欺负弟弟 还吓退了上门挑衅的怀孕想起 事后不忘请医生为燕四处理伤口 燕四表面对大嫂爱达不理 实则担心看因为小三的事情影响兴起 而此刻享受完现代便利的布雪 天头就看到了自己丈夫的照片 只一眼就看出对方沾过血 是个不好惹的男人 突然想起按照书中的发展 这趟失踪自己的丈夫会遇上女主玉晓晓 然后迅速相爱 再回来时把女主也带回来 顺便让我把婚离了同位置 这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佣人心神不定 四少江岳江先生的电话 原来是刚刚被打的江静真的告家长 燕四接过电话准备自己处理 燕四少麻烦将电话交给燕太太 如果是因为江静的事找我就行 江岳声音毫无感情 你做不了主 江静嘴部把门边拍我大哥 我才跟他打起来的 这时布雪一出现 伸手接电话 燕四将电话户到胸前 我自己处理就行 顾雪一一脸严肃 你处理不了 顾雪一见他不动 直接伸手夺过听腿 手被顾雪一握住 燕四惊得整个人都僵住 我是顾雪一 说吧 燕太太 你打江静这件事 摆明是把江家的脸面扔在地上 那你想怎么样呢 我少不得要上门拜访一下 好 我恭候 说完果断挂断电话 燕四担忧地抓住大嫂的手 你为什么要接电话 或是我闯呢 应该我自己来解决 顾雪一很欣慰 看来那一鞭子没白癌 知道长幼尊卑 更懂得维护家人 但是有些事情 小孩子担不起 还是得带人来 谁是小孩子了 你不也才二十几岁 顾雪一转移话题 吃早饭了吗 没有就一起来吃吧 我打他 自然已经想好了后果 谋定而后动 这也是你以后遇到问题处理的准则 江月是现在僵事的掌权人 他来处理这种小事 明显就不安好心 他这是对燕朝失踪的试感兴趣 你就不担心他趁我大哥不在 对付燕家嘛 你大哥是很厉害 但是一个商业帝国运转起来 不是单靠一个人的 他有足够的风险意识 早就已经安排好一切 所以 这些都不是我们需要去忧虑的 江二上门 正好让外面的人都知道 燕家哪怕燕朝不在 也不是好惹的 女佣来报 江家二少来了 顾雪一正吃着草莓 吩咐女佣 这个很好吃 再洗一碟 江月已经带着助手 缓步走来 燕太太好兴致 还有心情看书 江先生此心 是要为江净出气吗 总要讨个说法 我们将家人在你燕家挨了打 怎么能轻易就接过去 这个女人极其互端 不过是小朋友之间玩笑打闹 只因自家弟弟吃了点小亏 就狂抽别家小朋友三百六十遍 人家小朋友也不吃亏 一出门就到了家长 家长很快就上门心事问罪 我们将家人在你们燕家挨了打 总要讨个说法 那你们将家人打了我燕家人 又该如何 那燕太太想怎么样 当然是以牙还牙 所以我做她了 说着对燕四勾勾手指 过来 燕四配合的乖乖凑了过来 咬起了钱的碎法 将伤口露了出来 江先生 这就是你弟弟造成的 就算是这样 那也是小孩子玩呢 何必上升到家长动手 我为了燕文白打了将近 江先生要是不服气 也可以反过来打我 择日不如撞日 今天我们两个打一架也是可以的 跟女人打架 不是自降身份 于是起身 这件事因江净引起 那就算了吧 算了 江先生不会以为我燕家的门 谁打的都能随便踩吧 那燕太太的意思是 顾雪怡一把抓住江二的衣领 燕太太 你这这这是要干什么 江总都放你一马了 难不成你还想打江总 谁料顾雪怡只是扯下江月一枚扣的 就当江先生大肚 这次是替弟弟登门致歉 这是赔礼 现在就算扯平了 那江某就先告辞了 等一下 偏头看向女佣 把那叠欣喜的草莓装好 草莓很甜 江先生带上 不能白跑一趟 江总 这燕太太跟传闻里的不太一样 江月看着手里的草莓 取了一颗放在嘴里 燕太太没骗人 是挺甜 此时 在某个电影剧 某男演员神秘失踪 三天前凌晨 袁哥突然消失在监控里 当现在还没联系上吗 到处找了 都没有人 再找 必须得把人找到 要是燕家这位也真失踪了 我离完蛋也不远了 想办法联系燕太 就说袁文家不见了 正在看书的顾雪怡 接到陌生来店 你好 哪位 对方自称间谍剧组工作人员 袁文家在拍戏期间失踪 袁文家 这又是谁 顾雪怡回想了一下 袁深的记忆 燕文家 袁深丈夫的二弟 以袁文家为一名 在娱乐圈出道 按照剧情 已经知道了后续发展 直接挂断了电话 转头吩咐庸人 被车 同一时间 燕文家正站在悬崖边 悬崖下是深不见底的海水 燕文家望着海水露出了微笑 张开双臂向海水倒去 再见了 这个世界 想找死吗 那我帮你啊 豪门大嫂极其互端 刚打发走上门讨说法的家长 又接到了剧组打来的告状电话 你家袁文家失踪了 要不来处理一下 不省心的小兔崽子 被车 很快大嫂坐着丈夫的豪车来到剧组 熟悉的车牌号码 引起吃瓜群众的热议 纷纷调侃大佬 是来给小三蒋梦看班的 这时白皙长腿卖出豪车 顾雪怡一身红裙现身 谁是导演 看热闹的不闲事多 都等着看正宫小三四笔 蒋梦讨好的凑上钱 燕太太 顾雪怡当她是空气 导演小跑赶来 顺便介绍身边的男人 这是原歌的经纪人 把笔记本带上 把他带上 走 被忽略的蒋梦满脸羡慕 不愧是豪门太太 派头真大 经纪人坐在保镖中间瑟瑟发抖 夫人 如果要调用燕家人手寻找二少 需要先联系先生的秘书 顾雪怡淡淡回他 不需要 不需要 是的 直接报警 顾雪怡看着平板上的监控干定指挥 沿着这条路继续走 这是燕文家正双手插兜 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 悬崖之下是深不见底的大海 燕文家望着海水面露微笑 张开双臂向大海挡去 再见了 这个世界 欢快地投入了大海的怀抱 但他在海水里睁开眼时 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 他似乎看见了一艘船 下一秒 只见一身红衣的女人 快速向自己游来 带顾雪怡游到燕二身旁 他就立马将人拖出了水面 燕文家 男人乖乖点头 下一秒女人的手斧上了男人头发 接着燕文家又重新回归到大海里 直到精疲力尽才被拖回到岸边 抬头就看见保镖殷勤的为他披上毛巾 口中喊出的是燕太太 女人抬眸说了声谢谢 燕太太 顾雪怡 这怎么可能 女人转头看向她 你刚刚差点淹死了 你不是想跳海吗 我这是在帮你 那下面有网 极限运动 你没听过吗 简称找死 如果你觉得没完够 我可以再帮你一次 经纪人赶紧解围 燕太太 不如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不用了 给剧组打电话就说人找到了 上车 等什么 还想继续玩 回到剧组又引起了围观 燕二为自己找了个别角的理由 掉水里了 经纪人也是燕二赶紧去换衣服 燕太太 今天的事真是太感谢你了 这已经是第三个称呼她燕太太 所以这个女人真的是大哥娶的那个 她试探性的走过去 顾雪怡 女人抬眸 叫大嫂 从古代穿越过来的高门主母非常无奈 只因为这个家庭的四弟桀骜不驯到处惹事 而二弟却是古怪孤僻无人管 然而失踪的丈夫燕朝眉眼淡漠 单从照片也能推测出她沾过血 这样冷漠的人对弟妹只会养不会叫 更不会有什么亲情关怀 才会造成如今燕四竟然就因为庸人送了份午餐 就大惊小怪的特意给顾雪怡打开电话 不巧正好被旁边的燕二听了进去 燕二顿时两眼一飞 这女人给傻弟弟送吃的 却想要送自己一秒升天 于是不服的她赶忙换好了戏服 决定破天荒的认真经营一回 好在这个女人面前搬回一点人面 直到导演激动的喊结束 臭屁的她立马就被工作人员围住 经纪人兴奋的端茶送水 原歌这场戏真的没话说 然而燕二只是朝场外看去 谁想顾雪怡早已不知所踪 敢请我那么费力的眼 她一秒没看 另一边的顾雪怡带着一众保镖 随意走进了一家女装店 随手一指 这一件包好 便老板瞬间凌乱的呆立住 不卖吗 卖卖卖 就是头一次见这么大阵仗 来我小店买东西 顾雪怡递上全球限量版 贝塔 刷卡 非洲某处 两个穿着防弹衣的标型大汉 震惊的盯着手机里的短信 谁胆子这么大 敢当刷老大的卡 不过怎么才刷335块钱 换上新衣服的顾雪怡站在街头 这个世界还挺美好的 半个小时后 一条条的付款记录 跳跃在某人手机上 这顾雪怡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 让人看不懂的顾雪怡 正一手冰激凌 一手购物袋 尝试的浅浅舔了一口 草莓甜筒果真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 这时候偷偷找来的燕二 躲在角落正好看到这一面 他停下脚步 原来这女人还没有走啊 正准备上前打招呼时 看见对方有电话进来 女人接起电话 什么事 夫人 简先生回京市了 简先生又是谁 不过还是先答应一下 知道了 敏锐的顾雪怡察觉到有人偷窥 挂断电话之后 朝燕二的方向看去 燕二瞬间全身僵硬 嘿嘿 真巧啊 今天的戏都拍完了 燕二慌乱点头 那就上车 很自然的就将手里的购物袋 塞到燕二手里 练是简昌明吗 好像是我大哥的朋友吧 刚回到家 家里电话就响起 你好 我是简昌明先生的秘书 明天我们到贵府拜访 您看方便吗 嗯 方便 刚回来就急着登门拜访 恐怕是有重要的事 刚结束通话 新的电话又打了进来 燕太太 我是燕总的秘书 我接到消息 简先生要到燕家拜访 如果方便的话 请太太携带我出席 好的 应付完一个 电话再一次响起 这一天天的 多少人盯着燕家呢 电话那头响起 雪怡 我是妈妈 你有没有见过 只会吸血的妇女 女儿只是他们 几身上流社会的工具人 知晓女儿在燕家 过得水深火热 时不闻不问 当得志燕朝 好友简昌明 要来拜访时 舔着脸要求来做陪 只因此人手中 掌握着无穷财富 顾雪怡压下心里的不耐 不用了 之后便不听对方说下去 竟自挂了电话 看来一个简昌明 就让许多人都坐不住了 随即吩咐下人 如果顾家夫妇 再打电话 就直接挂掉 燕四这时也放学回家 手里还拎着顾雪怡 刻意吩咐下人送的适合 看见顾雪怡表情凝重 主动开口 家里是出了什么事吗 没事 都吃完了吗 突如其来的关心 又让燕四心里一暖 还是乖乖回答 没有 那下次让厨师少做一点 楼上的燕二目睹着这一切 顾雪怡对燕四 是不是好的有点过 顾雪怡给你送饭了 是啊 怎么了 现在才来讨好燕家人 她不觉得太迟了吗 不知道 可能鬼上身了吧 你就不觉得她这样有问题吗 谁料燕四不再搭理她 镜子走回房间 搞什么 燕四这么容易 就被顾雪怡收买了 于是无人在意的燕二 在房间里 看书 打游戏 刷视频 最后躺倒在床上 顾雪怡到底什么意思 救了我 却连多余的目光都吝啬分给我 回家也一样 对燕文摆的关注都比我多 越想越气 当我是工具人吗 用完就丢 顾家吸血夫妇在燕家门口被拦下 顾爸一脸猛逼 感觉女儿想翻天 下人也把消息反馈给了顾雪 那就让他们等在门口 看谁先忍不下去 燕朝秘书陈于锦也如约来到燕家 看到是顾家夫妇客套了两句 顾夫当场告起了自己女儿的状 秘书以打探消息为由 先行一步 以顾雪怡的兴趣 将自家父母拦在门外 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 进门就被告知燕太太在二楼看书 看书 难不成是在看 如何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诱惑者 怎么从离婚中分得更多财产 不怪秘书会这样想 只因顾雪怡平时的骚操作是真的太多了 谁料进门就看见顾雪怡端庄坐姿 手里捧着的 更是自己最爱的那本书 陈秘书为简先生登门的事而来 是有什么话要嘱咐我吗 我希望太太到时候请不要说话 顾雪一头也没抬 好 这女人竟然没有闹 就这么同意了 太太 简锐女士到了 不是说好的简昌明 这简锐是简昌明什么人 是简先生的侄女 你不打算起身相迎吗 殿朝不在 殿家只有我当家 有人要登门拜访 主人怎么能放低姿态 说的好有道理 新的知识又增加了 她今天太反常了 有点出人意料的董事 简锐独自登门 就是为了会会小书口中 不怎么样的顾雪一 到底有几斤几两 一开口就是火药味十足 原来陈总也在这里 真不巧 我小叔去网宴室等你了 心里却直骂顾雪一草包 连见人都得秘书陪着 面上客套着 殿太太看上去气色不错 实则讽刺当家的老公失踪不见 女人却毫无影响 女人却认真回答 睡得很好 吃得也不错 更是地上手边的草莓 让对方尝一尝 连秘书都开始疑惑 她是真听不出来嘲讽 还是故意的 豪门丈夫在外找刺激生死不明 废材妻子翻身做主人 将丈夫的秘书当小弟使唤 招待完上门打探的小虾米 转头看向秘书 陈秘书先去验试吧 好 那我就不做赔了 我换身衣服 也去 什么 陈秘书以为自己听错了 燕太太不用去了吧 我们留在这里说说话 让她跟着去搅合 小叔该生气了 我自己家的公司 去看看不是很正常 文家 照顾好客人 围观半天又被抓来当工具人 我妈 开什么玩笑 最难搞的燕家二少会招待客人 谁料燕二乖乖听话 亲眼看见这幕的简锐神情恍惚 不亚于看见鬼 陈秘书也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燕二态度的转变 燕家吓人对他的尊敬 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 于是在去公司的路上 心存试探 前段时间 四少和江家的江镜打架进橘子 听说江总找上门了 怎么 江二找你告状了 江总要面子 就算要告状也是冲燕总 不会是冲我 我只是有点好奇 没眼是冷冷的风起 怕不怕 这女人突然又美又撒 陈秘书心跳如雷 问完也没等陈秘书回答 便松开领带继续看书 就是这么处理的 所以也离江总那么近 顾雪怡很漂亮 漂亮地戳中了大多数人的审美 能够抵挡住他那样直视的人也很少 如果江总也是被这样对待 那这件事就大调了 这燕总头上不就绿了吗 走进燕市 陈秘书化身小跟班 简先生正在十楼等着我们 前台只认识陈秘书 对顾雪怡却不知该如何称 这位是燕太太 大家才恍然大悟 这是老板娘来巡查公司 齐声鞠躬 燕太太好 顾雪怡微微汗水 你们好 随后便和陈秘书一块进了电梯 这时助理也向简昌明汇报 陈总已经到楼下 马上就到 正说着便看见两人随助理走了进来 简先生 陈秘锦率先一步上前握手 顾雪怡也模仿性地伸出了手 然后自报家门 顾雪怡 简昌明惊讶了一瞬 见过世面的他很快恢复如常 燕太太 三人落座 也开始开门见山 简家人已经到了迷日 那一代常年有恐怖组织活动 他们没有找到燕总 但有线索提示 燕总可能转去马里 听完这番话 陈秘锦脸色没什么变化 辛苦简先生了 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 随后看向顾雪怡的方向 是我欠燕总的 为什么看我 这中间还有什么跟他有关系 豪门丈夫燕朝意外失踪 庞大的商业帝国群龙无首 废材妻子顾雪怡完全指望不上 燕朝好友简昌明听闻赶回京市 联系燕朝秘书陈于锦 而顾雪怡却要求一同前往 燕家的搜救队和雇佣兵 会在非洲境内继续寻找 但以燕总的本事肯定能安然无虞 我们能做的 就是把住国内的局面 你是指宝新 顾雪怡在旁貌似发呆 实则将对话都听了进去 宝新 听起来像是燕氏的子公司 可是宝新这个烂摊子 我也只能起很小的作用 宝新几十亿的亏损 对燕氏来说 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金额 但是他带来的隐形风险却很大 最好能有其他同样庞大的企业分担风险 那就得是江家或者宋家 对 毕竟燕家的根基还是在海外 这个时候不适合引进海外企业 但是江家的江二 宋家的宋景 和燕氏都不太对付 所以还请简先生从中卧血 将时间往后拖一拖 至少等到燕总回来 我会尽力 宝新带来的亏损对燕家造不成影响 但是陈渝景却如此在意 甚至不敢找海外企业分担风险 只能请简家人帮忙从中卧血 再由其他几个大家族分担风险 可见这是的确棘手 而我做过关于简昌明的功课 简家特殊性在于 他和一些官方项目有关 这也就说明 宝新的亏损 一定和官家有关系 官家对于别人来说或许很可怕 但对于顾雪仪而言 上辈子和太多的王孙贵族打过交道 自然知晓其中的学问 从古至今 并不是所有的事只有男子才能做 顾雪仪脑海中有个想法 或许可以试一试 这边两人都已经聊完 注意力落在了顾雪仪身上 燕太太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顾雪仪摇摇头 没有 想听的都已经听到了 简昌明提醒他 关于燕总的消息 燕太太就没什么想问的 顾雪仪依旧摇头 从穿进这本书时他就知道 燕朝会带着女主平安归来 所以他为什么要担心呢 但在简昌明看来 顾雪仪未免太过冷血 丈夫在外生死不明 本该和他亲近的妻子 却不管他的死活 眼看要冷场 陈雨景赶忙起身打圆场 那我让人送太太回去 两人并肩往门外走 简昌明在身后若有所思 当初顾雪仪为了嫁艳朝 要死要活 这才过了多久 顾雪仪突然停住脚步 回了下头 我相信他会活着回来 简昌明的目光微微改变 会的 等出了会议室的门 顾雪仪突然叫住一个小秘书 从他手里抽走了遍签纸和签字笔 抵着墙 飞快地写了一行字 转身走到陈雨景身旁 明目张胆地将那张纸条 塞进了陈雨景的掌心 手指轻轻擦过掌心 陈雨景心口猛地剧烈一跳 他突然想起 来之前他交代顾雪仪别说话 但并不代表不能开口 这时候递纸条 搞得像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私情 可打开纸条的陈雨景 只觉得虎虚一阵 纸条上赫然写着 陈秘书 你裤子湿了 沾茶水了 目睹这一切的简昌明 只觉得眼皮直跳 顾雪仪和陈雨景 是给燕朝戴有颜色的帽子了 古代高门祖母穿进化本子里 成了费才豪门太太 丈夫挽起了失踪 面对暗潮涌动的燕是商业帝国 顾雪仪做出了一个决定 从古至今 不是所有的事只有男人才能做 所以今天 他拉来燕二位自己科普 一遍豪门之间的关系 整合之后 心里已经有底 不过 你弄清楚这些豪门间的关系 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有意义 而且意义重大 首先电话就打到了江二那 燕太太 有何贵干 17号江先生及江先生的家眷有空吗 江二神经不自觉地收紧 上次去燕家还带走水果 已经被解读成两家和谐愉快 这次若是继续复约 怕是要在圈子里坐实这个传闻 不过 既然打一巴掌会给一颗甜走 那这次他该给我点什么呢 于是愉快地答应 有空 那到时候见 你什么时候和江家这么熟 还专门邀请他上门做客 我什么时候说 只邀请江家了 随后拿出整理好的名单吩咐下人 按这个名单打电话 邀请大家参加17号的晚宴 如果有人问 也不必回答 还有今天的菜给四少送去了吗 燕二在一旁听着 很不爽 又在关心燕四 好了 时间不早 我和夏太太约了去商场扫货 这女人 从我这里套完信息 又要这么抛笑我了 于是酸溜溜地表达自己的不满 我大哥失踪在外 你还要若无其事地去商场扫货 你大哥失踪在外 你不也若无其事地去玩极限运动 他不回来 我就头海一块死 不好吗 你要早告诉我 再把你按水里食 我会坚定不松手 话说 会有八卦记者拍我吗 现在多少人盯着燕家 当然会 燕家没蠢 燕文家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是你的手段 为了让外界明白燕家依旧运转如常 没有任何动作 包括17号的宴会 邀请江二 是为了让外界以为燕家和江家之间 顾雪怡回眸一笑百媚生 你觉得呢 所以顾雪怡 你到底想做些什么 江家这边 江静发现自家二哥心情不太好 二哥 你怎么不开灯啊 江月懒得理他 没吭声 江静眼尖 看到了燕家的邀请函 这不是燕文摆他大嫂办的宴会吗 好像整个上流圈都收到邀请了 也邀请咱家了 不是说燕家和咱不对的 封家和宋家就没收到 一提到燕家 江二气得牙痒呢 是啊 邀请了我 又不只是邀请我 顾雪怡 纯拿老子当枪使了 豪门丈夫在外找刺激生死不明 她的夫人静开心地拿着她的黑卡刷刷刷 今天更是带着一众保镖横扫高奢专柜几个亿 小叔子却直夸大嫂蛋的漂亮 夏太太 原主的虚假姐妹 原主为了机身上流社会与时尚圈子结甲 没少在这人面前逼头 而现在 夏太太站在顾雪怡面前惊讶出声 你今天没化妆 顾雪怡将喝完的奶茶丢进垃圾桶 回了个字 来 你怎么喝这种垃圾饮 你该不会是因为看了新闻 太伤心了吧 新闻 什么新闻 就铺天盖地的 都说蒋梦怀了你老公的孩子 所以到底真的假的 顾雪怡干脆利落 假的 不是说要扫货 走吧 夏太太的注意力一下就跟着跑了 非洲某个地界上 手机时不时地弹出付款记录 这真不是倒刷的 怎么又突然发这么忙 男人倒是不觉得奇怪 这才像是恢复了正常的顾雪怡 突然就有点想回家了呢 但这会儿专柜店里 夏太太有点招架不住 就这十几分钟的功夫 挖出去百万 陪她逛一天不得上你 夏太太还有什么推荐 不过你今天好像都没怎么买 这里的好货几乎都被你扫红了 我还能买什么 原来如此 那真是多谢夏太太歌爱了 时间不早了 那我先走了 下次再约 顾雪怡说走就走 再没有过去一点的不舍 夏太太站在原地 她就这么把我丢下走了 在学校的燕文摆 看着眼前的师父发呆 顾雪怡如果是做戏 真有天天都这么做戏的吗 四少家里人挺好的呀 天天都给送吃的 天天有人便记着你 这种滋味可比什么都知假 乃像我爹妈 我现在上大级 他们都不清楚 夏节课还上吗 那边打电话让咱们早点过去 不上了 走 话没说完 电话就响了 听佣人说 你今晚要出去玩 不回家 嗯 有什么事吗 好玩吗 不如带我一起玩玩 一帮富二代邀了高级嫩模玩游戏 能是什么好玩东西 燕文博脑子里单单是勾勒了一下 顾雪一去到现场的那幅画面 脑子里就嗡嗡的 不好玩 你别来 我放学就回去 等她挂完电话 四少你不去了 去个屁 这女人就是专门来课我了 很快 燕太太狂扫专柜上议的消息 迅速穿上热搜板 随着网友们吃豪门瓜的热情 越来越高涨 很快燕朝安全回归的猜测 还有燕家17号晚面的消息 分别迅速爬上了热搜板 舆论风向也从开始的猜测 燕家动荡不安 火速转成了燕家运转正常 燕二也奋战在前线 敢说我大嫂不好 看我不骂死你 豪门太太趁丈夫失踪没人管 带领一众保镖横扫高奢专柜几个月 谁料分分钟就被狗仔爆料顶上热搜 很快燕朝安全回归的猜测 还有燕家17号晚面的消息 分别迅速爬上了热搜板 舆论风向也从开始的猜测燕家动荡不安 火速转成了燕家运转正常 刚憋一肚子火的燕文博回到家 就被自家二哥调塔 真是听话的小朋友 燕文博边看手机边问 你听见顾雪姨给我打电话了 又是施成斌那火人 火断挂断 二哥一副先知模样 是施成斌那帮人约了你 燕文博不打反问 你不用去剧组吗 不想去 巧了 我也不想去 马上干起来的架势吓坏了庸人 打起来到底先拉谁 眼看战争一触即发 顾雪姨从楼上下来 晚餐准备好了 一起吃饭吧 难得一家人一起吃饭 值得举杯庆祝 一家人难得的其乐融融 你真的要举办晚宴 对啊 邀约都已经发出去了 见顾雪姨点头 燕文博担心举办一场宴会太过满足 顾雪姨根本应付不过来 这些小事啊 交给陈雨景不就好了 陈雨景同意你这么胡闹 你担心家里这件事值得表扬 不过呢 你该相信我 你看你二哥就相信我 突然被点名的燕二一阵咳嗽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只是想看看你会不会倒杂 顾雪姨毫不在意的笑笑 转问燕四 所以你今天本来要去玩什么 没什么 别问了 我可能知道 佣人感叹 两位少爷竟然能做一起吃饭了 太太也简直脱胎晃了 有点豪门夫人的样子 简锐已经对着自家小叔 发了一小时的呆 他怀疑自己老公曹家业 又背着他在外找小三 又是和哪个女演员搞在一起了 怀疑对象叫蒋梦 就在曹家业公司工作 从去年就隐约听到一点风声 可现在铺天盖地的新闻 都说他怀了燕总的孩子 所以把我也搞糊涂了 简昌明望着手机里的女人 你说铺天盖地的新闻 是 所以我才怀疑是我查得出了错 知道顾雪怡为什么办这个晚宴吗 是为了大大方方的 让人知道燕家的近况 化被动为主动 达到她的某种目录 那铺天盖地的新闻 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 所以你想知道蒋梦的事 不如直接去问顾雪怡 好 我知道了 简昌明教主准备离开的侄女 那天你留在燕家 觉得顾雪怡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是一个 一个和传言完全不一样的人 简昌明倾笑 很期待17号的晚宴了 豪门丈夫燕朝找刺激意外失踪 她的夫人顾雪怡 马上为她准备了各色各样的绿帽子 还邀请个豪门世家17号参加燕家的晚宴 很快燕家晚宴的消息被顶上了热搜榜b 吃瓜的广大网友挖出燕家邀请的客人都是大佬 一些网友开始大胆猜测 女星蒋梦号称怀上燕总孩子实属碰瓷 而这铺天盖地的热搜 也被一个刚回国的叛逆少女看到 陈总 网上关于今天的晚宴 舆论发酵得太厉害 需不需要集团出手 陈余景望着是穿礼服的女人 根本没在听 顾雪怡挑来挑去感叹没件像样的 幽人喋喋不休地介绍着 哪件是出自某某大师 哪件又是什么限量款 但在顾雪怡眼里 不如古代的官服来得得体 这时陈余景才回答助理的问题 无必 随后便走向顾雪怡 太太就没有一件看得入眼了吗 嗯 我觉得应该请个造型团队 陈余景新说那可真好 您终于不用自己折腾半天了 就去接了人 燕小姐 我们先上车吧 不必 到地方见 说着便走向自己的作假 半小时后 燕文书见到了蒋梦 当得知蒋梦想去参加 自家举办的晚宴十一脸讥讽 就你也配 而蒋梦以怀了燕朝孩子为理由 声称任祖归宗这件事总要解决 行 那就去吧 蒋梦经纪人两人面面相去 没想到这么轻易就说服了 于是打算得寸进尺地 让燕文书帮忙借礼服 你们不会觉得我是缺心眼吧 没别的事你们可以走了 没达成所有目的的蒋梦 只能憤恨离开 燕文书不帮忙 就只能找真正的孩子爹了 距离晚宴还有不到一小时 顾雪怡用完庸人端来的茶点 起身准备前往酒店 一亮相就震惊了所有工作人员 甚至有小青年甘愿跪下 为她整理裙摆 门外正与助理交谈的陈雨景 听到动静 天头过来就愣住了 顾雪怡眉眼弯弯 眼底似有光滑泄出 是和平时完全不同的门 她主动开口 走吧 去会场 一到酒店 负责人就递上单子 请顾雪怡过目 陈雨景伸手接过 太太今天着盛装 俯身欢腰的事 就交给我来做吧 顾雪怡也没跟她客气 那就辛苦陈秘书 于是 原本应该非常忙碌的女主人 在沙发上发呆 而陈秘书却像个陀螺一样 转个不停 此刻宴会现场 围满了媒体记者 简昌明第一个到达会场 下车不见陈雨景 还开口问了一句 你们陈总呢 带着傻弟弟 就像来找似的非色混 媒体疯狂拍照 这可是大新闻 简家和艳家交好 简昌明来不稀奇 可江二一直都跟艳家不对 现在出现在这里 这背后代表的东西 可太多了 这时媒体们又一次被惊验到 顾雪怡和陈雨景 在前厅亮相 从来都是人前的陈雨景 此刻向小跟班似的 站在顾雪怡身后 原本以为她会先招待简昌明 谁料顾雪怡走到江月跟前 江先生 晚上好 这一举动让陈雨景陷入了沉思 眼看女人向前走去 陈雨景手鼻脑快地上前 为她提了提裙摆 一时间 媒体向疯问式的狂暗快门 江二心花怒发 这就是那颗甜枣吗 简昌明皱起眉头 陈雨景和顾雪怡有问题 江二是怎么回事 顾雪怡不是来迎接她的吗 顾雪怡一身白色礼服 惊艳亮相 商业帝国二把手 陈雨景此刻向小跟班似的 站在顾雪怡身后 眼看女人向前走去 陈雨景手鼻脑快地上前 为她提了提裙摆 原本以为她会先招待简昌明 谁料顾雪怡近自走到江月跟前 江先生 晚上好 江二看着陈雨景的举动 神情有点讽多 这就是那颗甜枣吗 但是陈雨景的行为太过迷惑 江二收敛目光 从顾雪怡身旁走了进去 顾姐 顾 大嫂 将近连忙同顾雪怡打招呼 这一声大嫂下去 将近马上成了焦点 这称呼 顾雪怡打算跟艳朝离婚后 转头江家大哥 她连忙白手解释 我的意思是 我是隋燕文摆叫的 隋燕文摆叫的大嫂 难不成这俩人其实是 不不不 就是隋同伴吗 多说多错 越描越黑 我还是闭脉吧我 此刻顾雪怡转身朝一旁的 简明昌露出微笑 简先生 明王离起 简昌明也佩合他 变态太先起 众媒体纷纷猜测 到底谁才和燕家最亲近 早在外候场的蒋梦咬碎银牙 这所有光环 早晚是我的 燕文书在一旁催促 愣着干什么 走啊 蒋梦一秒进入营业状态 好的 这伎俩怎么可能骗过燕文书 你想做燕太太 不 我不想 不想你跑到我面前来干什么 当你拿出牌子做筹码时 就已经把你那点野心暴露干净 如果顾雪怡不配的话 那你就更是百倍千倍的不配 蒋梦的笑脸已经挂不住了 配不配的无所谓 我只是想给孩子找个爹呢 江月来到顾雪怡跟前 燕太太把我江家和燕家绑一块 我有什么好处 说着又凑近一点 你总要给我点甜头的 甜头吗 那我把保新的项目分给你 燕太太当我是傻的吗 那个项目多亏多少亿了 看来是保新的相关负责人贪了资金 将项目做成了烂摊子 虽然对燕朝的了解不算多 但是从目前看 他的手腕应该很厉害 那为什么还会留下这样的烂摊子 或许在他接手的时候 这个摊子就已经烂透了 但他还是斩钉截铁地告诉江二 江先生会需要的 要比起和官家打交道 他们还当真不如他 你别陈与锦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生意场上 谁不是几百个新颜子 顾雪怡敷衍回答 顺便将话题扯到草莓上 这草莓可比那天的好吃 一说草莓 江二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又想起了那天顾雪怡 拎自己衣领的模样 时刻注意他们举动的 简昌明和陈与锦有点坐不住 再让他们聊下去 燕总头上的绿帽怕要坐实了 赶忙上前将两人隔开 此时 一个突兀的女生插了进来 顾雪怡 我们聊聊 来人正是燕家三小姐 燕文书 废才太太陆雪怡 请到豪门世家掌权人 只为了重拾外界对燕家的信心 燕会举办得非常成功 燕家成功解除了信誉危机 这时 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传来 顾雪怡 我们聊聊 顾雪怡看过去 来人年纪很轻 但是浑身洋溢着压不住的气焰嚣张 顾雪怡转头问陈与锦 她谁 你装什么 你会不认识我 陈与锦倒是没在意 太太 这是燕三小姐 燕文书 陈与锦什么时候成顾雪怡的人了 还正儿八经的和她解释 直呼我名字 我还以为是哪里冒出来的没家叫的 跟着人蹭进来混饭吃的小丫头呢 跟在后面的讲梦都惊呆了 她连燕文书都敢骂 悄悄靠近的将近 倒是一脸八卦 怎么还不动手呢 可不能光打别人家的孩子 燕文书气得脸色铁青 手指向顾雪怡却憋不出一个字 顾雪怡转头问陈与锦 我说错了吗 您没说错 突然跑到宴会上 一副气势汹汹的模样 那都不止叫梅教养了 这小丫头 还有点蠢 这点倒和陈与锦想的一样 真是心有灵犀 燕文书环顾了一圈 这才看清周围站的究竟都是些什么人 你们 你们都被灌迷魂要了吗 顾雪怡不想再被引起围观 直指燕文书 单独跟我过来 顾雪怡将燕文书领上二楼客房 落座的小姑娘却偏头不理她 很生气 我也很生气 亲 谁在乎你生不生气 我没想到 你竟然比燕文买还要不如 我比燕文买还不如 我会比不上她 不管你是真心喜欢自己家 还是仅仅为了燕家给你带来的名利地位 如果现在懂得你今天的行为丢了家族脸面 而感到羞耻后悔 那还算有救 难道你就没给燕家蒙羞获吗 我做错了事 别人只会议论顾家没有将我交好 但若是你做错了事 别人只会议论燕家上下都没有教养 有理有据 令人幸福 可是讲梦的是不能不解决 你想怎么解决 他肚子里有我大哥的孩子 如果我大哥真的打在外面了 那个孩子就是我大哥唯一的姨父子 过去也没见你们如何的兄妹情深 现在倒是宝贝起开的姨父子了 你懂什么 那是我大哥的孩子 虽然我很讨厌你 但更讨厌讲梦 可是孩子很重要 那我还应当谢谢你了 燕文书一脸猛逼 谢我什么 更讨厌讲梦了 你高兴什么 我也没有要夸你的意思 你不知道 那我不如直接告诉你 我们几个家一块 基因也不如我大哥的优良 只有他的基因流传下去 才配继承燕家 燕家手里握着的东西太多 没有那样的基因根本守不住 你们确实比起你们大哥要蠢点 以为顾雪怡会装腔做事 安慰一下的燕文书就猛逼了 可每个人的基因都是不同的 有人生来就是天才 也有普通人 但是你应当弄明白 蠢是可救的 顾雪怡走到他身旁 突然抬手抹去他的眼泪 努力令自己发光发热 比做数不尽的蠢是要好 我该下楼了 今天的客人有点多 你想清楚了再过来 顾雪怡从电梯出来 陈怡景已经等候多时 谈好了吗 嗯 要麻烦陈秘书一件事 终于来了 顾雪怡会提什么无理的要求呢 豪门太太未解除商业信誉危机 燕请个世家掌权人 叛逆小姑子不知轻重 大闹宴会 差点酿成大祸 要麻烦陈秘书一件事 终于来了吗 她会提什么要求吗 最近三个月内 燕文书一旦订购国外的机票 都给她取消 原来是这样的小事 太太是准备把三小姐关在家里吗 不是关在家里 是留在国内 我知道这样的小事 陈秘书能轻易办到 真是毫无技术含量的糖衣炮弹 但她的口吻不经意中又透着真诚 好 我一定办好这件事 顾雪怡这才提起裙摆 重新走向不远处的简昌明等人 其余的豪门太太们 也开始纷纷主动和顾雪怡搭话 她唇角上扬 对着前来搭话的人 露出了一点浅淡的笑 微微偏转着头 侧耳倾听 漫不经心 心底却是在思考别的事 燕文书脱离燕家太远了 还是放在身边 先调教几个月再说 不过没想到今天能从燕文书嘴里得到有用的信息 到底是小姑娘 心机城府实在太浅了 顾雪怡淡淡笑着抬起眼眸 正好对上站在远处的江月的目光 她冲她举了举杯 微微一笑 笑意烧浓 江月目光一动 好像有什么飞快的重新忽略了过去 有点心痒痒 陈与锦远远地将这一幕收入眼底 陈总 那个三小姐带来的蒋小姐怎么处理啊 她手里有邀请函吗 手下回复没有 陈与紧转头 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那不是很好处理吗 此刻的蒋梦尴尬得要命 燕文书一去不复返 周围投来的目光 几乎要将她皮肤都扎穿 这时燕家保镖叫住她 这位小姐 请你离开 你们不能赶我走 我是三小姐的客人 你们如果再赶我走 我要闹起来 燕家脸上也不好看 保镖没让蒋梦继续说下去 蒙住嘴巴将她拎了起来 架着出去 讲梦更大眼 明天的头条怎么办啊 我的脸面怎么办啊 结束晚宴的顾雪怡回到燕家 踢掉高跟鞋落座后 才发现家里静悄悄的 她才想起燕文家这时候应该在剧组 想了想 将电话打给了陈与紧 电话响起时 陈与紧正在脱外套 她扣住领带的手一顿 太太 陈秘书有离岛的电话吗 她发现顾雪怡好像真的拿她当工具人死活 有 我短信发给你 好的 顾雪怡应声后却没有挂电话 陈与紧钻井手机 也没有立刻挂断 她隐约听见了那头的呼吸声 然后她又听到了顾雪怡的声音 陈秘书 今天辛苦了 她的语气听起来格外的真诚 不辛苦 母版话地回答到了陈与紧的嘴边 但还没等她说 那头紧跟着传来一声嘀嘀的 晚安 陈与紧钻着手机站在阳台 看着已经挂断的电话 某种情愫涌上心头 晚安 陈与紧不自觉地在心底应喝了一声 结束晚宴回到家的顾雪怡 发现燕文家已经回归剧组 不放心地要到剧组导演电话 给导演发了信息 如果燕文家在剧组有一场举动 一定要及时通知 放学回到家的燕文摆迎面 就撞上了燕文书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 你去宴会了 宴会几点结束的 九点半 那么早 因为顾雪怡 她要早睡 看见燕文摆一脸猛逼样 她赶紧拍照留念 终于有人和我露出了一样迷惑的表情 平衡多了 简昌明 江月 陈与紧 他们竟然都通过了顾雪怡的提议 真就在九点半准点散去 燕文博越过燕文书 大步向楼上走去 喂 你去找顾雪怡 本想提醒她顾雪怡现在不好对 但燕文博根本不理她 刚刚沐浴结束的顾雪怡听到了敲门声 突然开门让燕文摆有点猝不及防 看见顾雪怡一身睡袍 头发还有点湿 眉眼也都拢着水 燕文摆喉咙里的话一下就耿住了 她连忙别开了头 有事 见她也不说明来意 顾雪怡自顾的去吹头发 站门口的燕二斟酌了一下 还是开口问道 燕会还顺利吗 很顺利 懂得关心人了 有掌镜 等我下 我去拿的东西 燕文博被她认真的口吻 夸得后背发紧 脸上发烧 等顾雪怡再转身走回来 手却背在身后 她不会 又去拿皮带了吧 手给我 忐忑地伸出手后 被顾雪怡一把握住 在摊开手掌时 上面多了一枚凶章 这是奖励 燕文博正正地站在那里 眼睛闪闪地攥着那枚猩凶章 这是她第一次收到奖励 剧组里 燕文家终于等到了她想看的新闻 斯利卡晚宴 热缩排名第三 网友直夸顾雪怡是个大美人 大美人 是个打扮温婉嘴角 擒着礼貌笑语 转头就能把人按死在水里的大美人 她的目光又往下移了引 有网友放出顾雪怡和江岳的合影 更贴心扒出顾雪怡和江二的恩断情仇 甚至调侃燕朝先生都不用回来了 燕文家就很无语 随后轻轻点了个举报 肖想我大嫂 就江岳你也配 豪门丈夫在非洲枪林弹雨讨生活 只为了让她的小娇妻能够吃上冰淇淋 新的支付短信响起 很好 赚够冰淇淋的米啊 霸道总裁表示很欣慰 吃着心爱的冰淇淋 小娇妻准备撕会霸总的秘书陈于景 陈于景也欣然赴约 顾雪怡开门见山 我们来聊聊宝心 她变得很聪明 但那依旧和宝心是两个世界 太太怎么对这个感兴趣了 我不希望燕市倒闭 我过不了贫穷的生活 这个理由真是令人无法反驳 太太可以放心 燕市不会因为一个宝心倒闭 陈秘书 我从来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 巡视燕市产业是您的合法权益 今天下午我会去宝心 钱总也会去 太太可以和我一起 巡视燕市 说起来快到午饭时间了 燕市大楼的食堂 有什么值得推荐的食物吗 两人没有在聊宝心 陈于景引着顾雪怡往食堂去 燕市的员工看着顾雪怡与陈于景并肩出行 这才终于有了燕市有个老板娘的真实的 有特色小吃吗 方便带的那种 当然 太太这边请 已经出发的简昌明接到了侄女的电话 您真要去宝心帮忙 没记错的话 那好像是燕市的子公司 对 没办法 为了还人情 到宝心楼下 顾雪怡和陈于景已经等候多时 顾雪怡地上准备好的特色小吃 当作今天的见面礼 简昌明欣然接受 这东西倒是独特 感谢燕太太惦记 陈于景感叹 顾雪怡送礼这方面很有天赋 简总不缺钱不缺权势 什么礼物没见过 反而是这种小东西显得蕴含心意 不带目的 仿佛时刻惦记对方 正在这时 顾雪怡电话响起 接起后传来剧组导演做贼般的声音 燕太太 一千英尺跳下去啊 好 我知道了 今晚我会赶到剧组的 陈于景和简昌明一听 就立刻知道怎么回事了 简昌明出生 燕文家又失踪了 陈于景倒是习以为常 太太不用在意 二少失踪是常事 不是失踪 他要去评谷跳伞 评谷 上个月有五名游客差点死在那里 我让保镖去把他抓回来 不用 这么简单粗暴就能解决的话 那我不如就地把他扔评谷里摔死 突然就觉得好霸气是怎么回事 简昌明偷偷问陈于景 顾雪怡以前是这样子的吗 顾雪怡一行人巡查子公司宝星 竟被负责人故意刁难 你要搞清楚 公司到底姓什么 记忆中宝星的负责人叫裴力心 他的丈夫叫燕薰华 按辈分来算 是燕朝的叔公 此时燕薰华并不在公司 只有裴力心在 女人身后还跟着一排小跟班 看见几人出现 女人笑着急不赢了上来 却是镜字越过顾雪怡 直直停在陈于景和简昌明跟前 陈总 吞吞掀了掀眼皮 看向女人身后跟着的那些人 裴总好 是太太想过来看一看 裴力心这才后知后觉的 发现身旁还有一个人 原来是太太想过来看看了 太太是想看什么 这里可不是制造化妆品 首饰和女士服装的地方 恐怕没什么好让太太逛的 顾雪怡没有因裴力心的讽刺而恼怒 这是燕家的产面吗 当然 当然是燕家的产面 顾雪怡上前一步 气势瞬间压了下来 那我是谁 燕朝 不 燕总的太太 那我有来这里看的权利吗 裴力心脸上的笑容挂不住了 有 按理说 她算顾雪怡的长辈 但现在她的气势被顾雪怡生生压没了 这就对了 哪怕这里是造军火的 我哪天想起来要过来看看 我也看得 裴力心将着脸 是 您说的是 有账务记录吗 我要看账务 一听这话 裴力心心底指骂顾雪怡是个蠢货 表面却笑着 抱歉太太 这个要是随意出示给您 不仅是我们 您也要坐牢的 那你们有什么能给我看的 工程计划书 不好意思 这个也不行 工程计划书本身没多少机密 但是由陈于景和简昌明来审核的话 会暴露很多保新的问题 顾雪怡脸色异了 你是不是故意找茬 这个不许那个不行 现在我要去仓库 马上带我去看 果然是什么都不懂 现在用这样的口气说话 不过就是想挽回自己的面子 这仓库陈于景和简昌明不能看 顾雪怡能看 但他的草包什么都不懂 暴露不了任何问题 于是笑道 好 我带您去 陈于景顿住脚步 我和简先生就在这边喝喝茶 太太慢走 裴力心心里乐开了花 原来两人是被迫陪着顾雪怡来折腾的 人压根就没想真和顾雪怡来 他来随便糊弄糊弄就行 保新究竟麻烦到什么地步吗 之前顾雪怡在网上搜索过相关信息 却只看到一点只字片语 到了此刻 他才大致弄懂 他承接工程 但他承接的不是单纯的建筑一类的工程 而是来自官家的军工工程 顾雪怡置身仓库里 仓库面积很大 周围摆放着各种集装箱 对燕家究竟有多厉害的认知 又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两个小时后 顾雪怡终于慢吞吞地走出仓库 走吧 照他这么的走马观花式地看看 恐怕连集装箱上的字都没能看清 果真就是来摆谱了 回到会客厅 陈于景和简昌明在喝茶 顾雪怡敲敲门 陈秘书 走了 还要去庆盒看呢 陈于景丢了茶杯起身 好的太太 顾雪怡偏头看向简昌明 简先生就不用一起了吧 聪明人之间 自然是一点讯息就能心领神会 燕朝不在 我得替他护着点验太太 庆盒是燕市的另一家子公司 他这样大张旗鼓地到处巡视 果然就是来摆豪门太太的苦 裴力心的猜测全部坐实 他笑着送走了顾雪怡 这次笑得真情是感极了 三人在路口就分道扬镳 陈于景和顾雪怡一同离开 裴力心不麻烦 躲在后头的老乌龟才麻烦 这个是不解决 店家这一笔生意就做到头了 但是太太也不用太过担心 偏头却看见顾雪怡拿起手机 打了个电话出去 喂 李导 我现在就过去 陈于景愣了一下才出声 去剧组 接着便又脱口而出 我送你 嗯 好啊 应得理所应当 陈于景无奈地笑 哪怕是理所应当的顾雪怡 也比过去的顾雪怡要可爱得多 男人每玩一次极限跳伞 就能得到十个亿 有这样的好事 那我也要试一试 根据剧组导演的小报告 顾雪怡和陈于景来到平宇 艳太太 您终于来了 这平宇跳伞都是白天跳 但这位大少爷非得晚上跳 说是觉得晚上的平宇更美丽 在哪里跳伞 离岛找来工作人员 带顾雪怡两人前往跳伞点 我是说 我也要跳 这样的决定让身后的陈于景 眼皮猛了一跳 你疯了 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太夸张 陈于景松开了手 这太危险了 艳文家在平宇泡了温泉 睡了一觉 踩起来换衣服 准备跳伞 美丽的夜空变得触手可及 夜空下的苹鼓让艳文家沉醉 他知道教练就坐在他的身后 艳文家闭上双眼 教练 我准备好了 突然间 背后传来一股力道 艳文家被一脚踹下了直升机 失重感突然罩住了他 后知后觉的艳文家说出了一种植物的名字 但紧接着 一只手勒住了他背后的袋子 一提 艳文家只觉得自己的肩带一紧 仿佛老鹰抓小鸡 而自己是被拎的那只小鸡 风胸猛地吹拂着面颊 艳文家艰难地睁开眼 别过头 不是本来的黑皮肤教练 取而代之的 是进入视线的一点白皙皮肤 顾 雪 艳文家差点当场心肌梗塞 你怎么敢 陈宇景望向顾雪仪的身影 肆意大胆又过分美丽 强烈的视觉冲击下 陈宇景的心跳骤然加快了 滑行降落 两人安全落地 艳文家咬牙切齿 你怎么会和我一起跳下来 我让他们把你踹下飞机 他们不敢 那就只能我自己来 猛逼的艳文家一脸猛逼 还来吗 顾雪仪毫无波澜 这是在跟他挑衅吗 谁会认输呢 反正艳文家不认输 顾雪仪看向陈宇景 已经是凌晨了 陈秘书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陈宇景现在的心跳速率 还没有降下来 他公式化的笑容已经消失 只剩下一片麻木 顾雪仪的声音响起 猛地将他的思绪拉回 你不回去吗 不回 那种高度紧绷的危险感 好吧 那你去车里等 夜里太冷别着凉 陈宇景动了动猴头 想叫住他 但脑子里很快又分裂出其他想法 你和他没关系 没有权利去管他 也不应该去 就那么一会儿功夫 艳文家又被踹了下来 然后接着第三次 第四次 一直到放弃挣扎 艳文家一直感觉孤独 无法感受生命的意义 他潜过深海 也去过北极当了几天动蘑菇 但他无法从中感受到生命存在的意义 这是第一次有人和他一起做这种 把生命拴在刀尖上的是 顾许仪 太阳要升起来了 几分钟后 他们再次成功滑翔落地 还玩吗 不了 我怀疑你就是想找机会踹我 不如多玩几次 一次爽得够 如果不够刺激 可以从屏谷山坡上跳 我真不玩了 好 那就回家 我在车上等你 如果待会儿还没见到你人的话 我会认为你依旧对这里恋恋不舍 艳文家吓得一击灵 连忙回答 知道了 豪门小叔子不服管教 偷偷跑去玩极限跳伞 抓回来没有用 那就让他一次跳得够 玩够了那就回家 如果待会儿你偷偷跑掉 我会认为你依旧对这里恋恋不舍 艳文家吓得一击灵 知道了 顾雪怡换好衣服回到车里 陈秘书已经体贴地为他准备好热水 看着顾雪怡微微发白的脸 陈宇紧不经调侃 原来太太也怕 哦 我穿得太少 跳下来还挺冷 尤其晚上风有点大 动脸 你方才说也怕 所以陈秘书怕跳伞啊 没注意把自己套进去的陈宇紧扶了附近矿 当我没说 换好衣服的艳文家也过来了 降下车窗发现车里还有别人 陈总也在 是的二少 我一直都在 所以自己那傻叉样子从头到尾都被别人看见 顾雪怡发觉艳文家有话想说 但碍于有外人在场 还是憋着吧 于是车里的空气就显得格外的安静 陈宇紧将两人送返艳家 自己才离开 说吧 什么事 我看了基地的视频 你三个多小时以前就到了 为什么 艳文家看到了录像 就在过去的三个多小时里 顾雪怡重复的学习 适应跳伞的过程 因为没有跳过 你知道我问的意思 你为什么到屏谷找我 你为什么要跳那么多次 要去评价你玩的东西 当然应该先去体验过 才有资格评价 艳文家的呼吸致了致 他站在那里 仿佛听见自己空荡荡的心 缓缓流淌过血液 然后呢 你现在怎么评价 我想我现在很有资格骂你傻叉 再打你一顿了 说完便不再理他 转头就走 刚刚填满艳文家 五脏六腑的新鲜血液 一秒钟倒流回去了 顾雪怡难得的睡了个懒觉 起床后只觉神清气爽 气色相当好 顾雪怡走进餐厅 见艳文书也在 打了个招呼 早 大嫂都主动跟自己打招呼了 要是自己不回 会不会被拿皮鞭抽 于是弱弱的回了一句 早 你刚才想说什么 现在说吧 那件事该怎么处理 你认为呢 我认为 我应该在她来找我的第一时间 就先看住她 为过去后悔没有任何意义 你要想的是接下来 你说的对 我大哥没回来 你就是艳太太 不能随便哪里冒出来的女人 就纵容她搞低功的戏吗 她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你没有一点自己的判断能力吗 当时 事出紧急 有什么紧急 难不成你跑慢了 讲梦肚子里的孩子就滑开了 她不过是拿捏准了 你对我的厌恶和偏见 听到这里 艳文书的思路一下开阔起来 好啊 我这是被人当枪使了 你说的对 我凭什么因为一条几个月前的 绯闻信她的话 想梦竟然真的利用到我头上了 艳文书费都快气炸了 我现在就去弄清楚 她肚子里的孩子是否真的是我哥的 不等顾雪怡出声 便登登登地跑出了艳家 还是沉不住气 她三言两语 艳文书也就立刻信了 小姑娘 总是要自己去撞一撞南墙的 给我准备一套笔墨纸念 得将前一天在仓库里看见的信息 全部整合下来 还有陈与景 应当适当地对下属表示一下关心 听见短信提示音响起的那一刻 陈与景正在开会 她本能地觉得可能是布雪怡发来的 内容将领导对下属的关心表现得淋淋尽致 姜汤可以强身健体吗 虽然没熬过 但是可以试试看 豪门小姑子被人荡枪使 大闹大嫂举办的宴会 差点酿成大祸 在被大嫂布雪怡的一番说叫强 已然明白自己是被利用 现在我就去弄清楚 她肚子里的孩子是否真的是我哥的 跑出艳家的艳文书便直奔蒋梦公司 这时蒋梦的经纪人打来电话 艳小姐不好了 蒋梦想不开正想自杀呢 到这个时候了还在跟她演戏呢 哦是吗 把地址给我 艳文书拿到地址就挂了电话 艳文书性格冲动 只要你拿孩子做筹码 他肯定想也不想就会保护好你 不过这一番折腾下来 简锐对你是艳朝的情人应该已经深信不疑了 希望如此吧 可是 现在的热搜 热搜上还有人在骂他 你别看了 我来盯着消息 可热搜一刷新 一个名字很快映入她的眼年 艳文书转发评论 直接内涵蒋梦 距离演技没见长进 生活里演技禁不神速 甚至直接贴出大扫顾雪仪的美照 看清楚了 这才是艳太太 一时间评论区炸开了波 又能吃到豪门大瓜 经纪人冷汗都下来了 这不是要让蒋梦四面楚歌吗 她不是和顾雪仪关系不好 我不知道啊 那天宴会她的确是和顾雪仪吵起来了 而在这时 闻铃突然想了 我刚刚把地址给了艳文书 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些什么了 书房里顾雪仪提笔 慢慢根据记忆书里保新的信息 放学回家的艳文博 发现家里静悄悄的 真是难得 倒是艳文书怎么还没回来 把艳文书的号码给我 忽然的出声吓得艳文博一跳 艳文书出门已经好久 还是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只是打出去的电话提示无人接听 那就发个短信提醒一下 再说艳文书这边 推开经纪人后 就大张旗鼓的要带蒋梦去医院检查 怎么在我面前演了那么多戏 现在让你去医院做一次产检 你都不肯 机灵的经纪人从一开始就开始录像 只要剪辑一番 就能将局面换一个样子 艳文书一扭头就发现了 一发掌就将手机拍掉 还敢偷拍我 这脾气是相当火爆 看来今天的事肯定是不能善了 蒋梦 你快给那个人打电话 江宝新的信息整理得差不多 顾雪仪便给陈雨景发了信息 待会儿会到艳势一趟 捧着江汤的陈雨景回复 好 信息滑到艳文书界面 艳文书还没给自己回复 不会这么猜吧 连蒋梦这样手段拙劣的人 都拿不下 不过还有更重要的是 顾雪仪抵达艳势大楼 经过斯利卡那场晚宴 谁还不认识顾雪仪 到达陈雨景所在的楼层 简长明和陈雨景已经等候多时 陈秘书 店家有在各个家族成员手机上 安装GPS定位吗 有是有 但要看你是找谁 毕竟有人不愿意配合 会私自拆除定位 那陈秘书麻烦让人查一下 艳文书的定位 顾雪仪取出了那叠纸 老心的情况都在这里了 这样伪装看上去 比较像我的链字帖 两人看着这首字 只看这字写的是相当漂亮 门铃又一次响起 门一开 一个戴着墨镜口罩的男人 走了进来 人呢 里面呢 快进去看看吧 艳文书翘着二郎腿 一眼扫过去就认出了来人 呦 这不是曹总吗 都被认出来了 曹家业索性摘了墨镜口罩 我接到电话说 有人在骚扰我们公司旗下的一人 所以来看看 没想到是艳小姐 艳文书根本不吃那一套 她冷冷开头 你就是讲梦的肩夫